多年夙远 他只想找到家里找到新闻 搞清楚了我是怎么回事 你不认我也行 十年奔波冷暖自知 尝不尽的失落和无重 我心里说一说 非常非常的感觉到 不容易 洛阳女儿如相问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2021年11月 生活在河南洛阳的张蕊红 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再过一个月 他就放弃自己已经坚持了十多年的这件事 寻亲 就像是十几年前 他决定开始去寻亲那样 他的丈夫也表示支持他 到此为止吧 我陪着你去转一圈 我说你说带多少钱 我带多少钱 咱就去那儿吃住啊 你说去那儿住去那儿住就行了 当时是 我也可能说 我家也在这儿了 孩子们 我工作啥都在这儿 我会能去 寻亲这件事情是从2009年开始的 那时候张蕊红还没有退休 他利用工作和生活的空闲时间 去寻找关于亲生父母的消息 这是他从小到大 一直压在心里多年的石头 人家不要你了 人家已经不要我了 那心里真的那种失落 我就是想弄清楚我的身世 其他的也不能有啥想法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张蕊红在河南洛阳生活了50多年 他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 一个幸福的家庭 然而在他的心里面 却有一个一直打不开的结 那就是自己的身世 这几个小孩就在那儿 村子里面在那儿玩嘛 玩不知道因为啥 和孩子们就说起来了 你上海来的 对于张蕊红来讲 自己的身份一直都是非常清晰的 从小他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父母不是亲生的父母 这是一段压抑在童年经历上 无法被磨灭的往事 人家背后回忆来 真好人家不要他 肯定是 四松子也啥人家不要了 有这种说法 所以说大家来都想着 我最起码搞清楚我的心事 我到底是咋回事呢 虽然不是原生家庭 但是这个家给了张蕊红 完整的关爱和教育 除了疼爱自己的养父养母 张蕊红还有一个 从小陪伴长大的弟弟 在这个家庭里 每个人都是知情的家人 我之后我妈妈又 就是又捎养了个弟弟 说实话 弟弟真的跟我非常非常的亲 因为从小那时候 你父亲那时候 对我也是挺好嘛 那叫声管阳来 那可以说真是叫声管阳来 就在养父母的悉心照顾之下 张蕊红渐渐长大 长大后参加了工作 很快也有了自己的家 也有了自己的女儿 自从当了妈以后 我感觉到 我也是当妈的 那十月坏胎 妈不容易 妈是辛苦的 所以说我觉得有了 能见到妈 能见到父母 能让他们安心 从2000年开始 张蕊红开始留心自己 在河南洛阳的出生信息 户口本上 只有简单的出生年月 她没有更多的方向 去查找自己的身世 一点信息都没有 家人们都不出来 反正还有点希望 还想着不死心 看到妻子 又寻找亲人的打算 张蕊红的丈夫 一开始是有些担心的 后来也决定 默默地支持妻子 让她去试一试 我想去你就去 我说没钱 我支持你 你只要路上 你什么吃了用了 你早晚这个钱 我你准备好就行了 我说我只能做这 国家还也挺支持的 有了丈夫的默认和女儿的支持 40岁出头的张蕊红 对于找家这件事慢慢地上了心 她多方打听 发现在自己的身边 有不少外地抱养到洛阳的孤儿 他们对于血缘的渴望是一样的 最早是我有个同事 就是无意子中 看电视的时候 我看见新闻了 他在那上海街头 拉了个横夫 也是寻亲在那发那个传单 我说这不是我们一个商店的吗 后来再见面 我就问他了 相同的境遇 相似的绅士 这些寻亲的人不约而同走到了一起 他们彼此互通有无 共同分享着寻家的信息 那个时候 张蕊红无论用什么方式跟大家联系 都会刻意瞒着自己年迈的养父母 当时这是他寻亲路上唯一的顾虑 因为有父母 有母亲在 我不愿意让他伤心 因为养了母亲 那是应该是我的责任 人家养了我消 我养了老 这是我的责任 我更不能伤了他的心 在张蕊红的心里 他自己拥有的一切都离不开养父母 尽管对于亲生的家庭 有着深切的渴望 但是他不敢告诉养父母自己的想法 他只能自己默默地去找 偷偷地去找 生怕养父母得知了 自己找家的事情会难过 疫情形成了 你何必再去外面再去找了 当时我还开玩笑 他说你再找一家人 说怎么样 我说这个没有希望 我也不愿意再让你走这一步 2008年的春天 送走了抚养自己长大的养父母 在家庭上的父母以后 张蕊红的养母也因病住进了医院 重病的养母临走之前说 自己没有遗憾 唯一留下的话 是让女儿试着去找找自己的家 我妈是12月底不在了 大概就是12月20号左右 她跟我说了 她说你保三来了 这是张蕊红第一次明确地得知 自己出生的信息 那是上海一个叫宝山的地方 寻找家的希望 似乎也变得越发清晰了 当时我说那你咋知道我是保三来的 她说那我问人家哪 来工作人员就是送的人 当时去送的 宝园院去的有人 她说人家问了 宝山的 你想我问的那一年 我是44岁 老太太不是一个字 44年她能记住宝山这两个字 你想想她多深刻 从那天开始 上海宝山对于张蕊红来说 就不一样了 她查过地图 杨母所说的上海宝山 应该就是现在上海市的宝山区 总面积300多平方公里 有几百万人住在那里 张蕊红送走了自己的养母 她决定要去上海看一看 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跟朋友们找到了 上海宝山的档案馆里 那里有民政部门 关于送养儿童的档案留地 这一卷马上就能够找到 你看他们这个 这些是领区的 全部有名字的 是正的 是政府的正的 张蕊红 大案馆的工作人员 接待了张蕊红等人 他们提交了手续 希望能查到自己的领养登记信息 按照当时张蕊红提供的时间 在1964年前后 有近百个孩子的信息登记在册 因为当时他们四个人查了之后 查到两个 很开心 还给我加了微信 都加了微信了 四个人 按照张蕊红被送养的时间 和河南居住的地址 工作人员在大量的资料中 找到了一张 保山县育儿所领养申请书 上面登记的领养人的名字 正是张蕊红的养父 而在被收养之前 张蕊红的名字叫荣彩 他生于1964年的8月 能查到这个都觉得 刚开始这是我妈说了这个情况 那就是说我是不是哪儿了 这样的话一查出来了以后 就作试了 我确实是从这个地方出来 这个证据显示 张蕊红在出生的第二天 就被送到了保山育儿所 保山育儿所 没有登记送养人的信息 按照当时的情况 他的亲生父母 基本可以确定 应该是在保山区 罗电镇附近居住 那从保山出来的 最起码就在这周边吧 对吧 头一天生第二天 就进到申福利院了 那你不可能要远的话 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 对吧 确定了出生的时间和大体的区域 张蕊红等人也在保山区 罗电镇附近加大了赵家的力度 他们在一些大型社区门口 挂上自己的照片和信息 上面有家庭情况和联系方式 他们希望能通过这个办法 联系到自己原生家庭里的人 这种找家的行为 张蕊红称作扫街 从2009年到2021年的十几年中 张蕊红和一同寻家的伙伴们 隔一段时间就会想方设法去新的地方扫街 他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 就在这样扫街的过程中 张蕊红的身边真的有人找到了家 找回了血脉项链的亲人 每一次张蕊红在被别人感到高兴的时候 也在不停地感受着自己内心的失望和无奈 每一个找到了家里 大家的心情都是特别激动 说呀 他都找到家了 啥时候轮着我来 我啥时候才能回家来 就那种感觉 2020年前后 为了让寻找亲人的活动 被更多宝山当地人知道 张蕊红和朋友们 联系了宝山区的几所学校 大家利用更大的场地 办起了寻亲的活动 希望能找到亲人 来的时候都是满怀希望 哎呀 这次来你要找到家 哎 你也要找到家 结果呢 回去了 是一无所有 几次活动之后 张蕊红依然没找到自己的家人 她久久不能从失望的情绪当中走出来 多年来 往返于河南和上海 张蕊红的丈夫 也感受到了妻子近乎绝望的心情 脱离出来 对 回归到家庭里面 因为你有两个外孙 家人调节 我们家人调节也都不错 你再折腾这个事 我觉得是意义不大 支持了妻子十几年 她也看到了 妻子经历寻亲失败的十几年 张蕊红的丈夫 希望妻子放弃寻亲的念头 好好地过日子 说句实话 当时有怨言 就是说你看 人家把你扔了 不要你了 你现在又出去 你去遭人家 人家还不遭你 哎呀 你觉得很失望啊 就是当年已经受到一次伤害了 我现在再去遭 哎呀 说实话 真的伤心 长到亲人 就要梦想成真了 却总是一个个的泡影 秦月 你这一生 也不容易就行了 所以说哎呀 顺其自然的 放弃的背后 是太多的不甘和无奈 有些人啊 现在也没查到 他们是哪里的 洛阳女儿如相问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张瑞红自己都记不清 在寻亲的过程中 承受了多少次的失望 当然 在这期间 也不是没有好消息 她在网上找到一家 可以做基因检测服务 和溯源的公司 按照对方要求 把自己的信息提供上去 极为意外的是 一位上海宝山罗电镇的 年轻女性 与张瑞红存在远情关系 这个消息 带给张瑞红巨大的希望 2021年11月 张瑞红意外得知 自己的基因 与上海宝山罗电镇 一位姓王的女孩 有远亲关系 她说她爷爷奶奶 都也不在了 因为父母也不在 那是 那就不常回去了嘛 那是啊 按照张瑞红的理解 既然自己与对方 存在同源的关系 那么总会有新的信息出现 但是对方却告知张瑞红 他们家里从来没有 送养过亲人的情况 张瑞红手里的这条线索 就这样中断了 哎呀 我就说 小姑娘一提供不了 又用信息 我就觉得 这到这已经 又断了 又断了 我时机已经放弃了 我就计划都全都选好了 就不再走了 没啥意义 对不对 哎呀 反正是 也找了不少地方嘛 也想了不少办法 就是没有 没有一点结果 后来以后 哎呀 真的是 没啥希望了 在这种情况下 张瑞红和丈夫约定 既然最后这个线索也断了 也没有别的什么指望了 他最后决定 再向上海警方求助 将自己远方亲属的信息 提供给警察 看看他们 是否可以帮助自己 找一下亲人 就是张瑞红他 就是跟他有血羊关系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在我们宝山的 希望我们能够核实一下 这个人员的 就是他的周边亲戚 有没有这种送羊 或者是什么拐骗啊 拐卖这种情况存在 王先生是上海宝山 罗电镇的一个村民 他的女儿正是张瑞红 通过科技公司 找到的存在血缘关系的 那个女性 警察找到王先生的时候 他并不愿意配合 但是听说了张瑞红的事情 在警察的劝说下 他同意提供血样 做进一步的比对 采集了血样 发现呢 它是属于这个 肯定是存在一定的 那个就是亲缘关系的 很快警察 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 一千公里之外的张瑞红 此时距离张瑞红 与家人约定的 寻亲的最后期限 只剩不到十天了 看到了妻子的难过 张瑞红的丈夫 再一次提出了一个想法 我曾经跟他说过 你这样 如果你确实找不到 有生执念你找不到 你也不要拐嘴了 我就陪着你到上海去 住一个月 咱该找的地方 咱就转转弯弯弯 了解你这个心意 心愿你这一生 也不容易就行了 我说你也不要有啥遗憾 他那行吧 2021年12月底 上海宝山警方 一方面已经告知张瑞红 王先生与他 并不存在直系亲属关系 同时也按照张瑞红 所提供的线索 开始了另外的寻找 对于这条非常简单的线索来说 我们只能抽丝剥剪 一点一点 把它排查开来 如果还有更多的线索 因为他如果 还有很多亲戚在周边的话 还可以再进一步 再做一些工作 就是说是哪怕是大海闹钟 也是想办法 给人家张女士 就是说是聊了这个心愿 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们还是做一点工作 我分开来去了解情况 父亲这边的亲戚 然后母亲这边的亲戚 我们都去做了 做了一些 怎么说呢 外调这样一些工作 最终了解下来 他母亲这边有一只亲戚 是有过送养孩子的情况 在调查的多人中 王先生的远房表亲 有一户姓毛的人家 有人反映 毛家的第三个孩子 在出生后就被送人了 警方得到了这条线索 决定联系 这户毛姓人家的兄长 过来协助调查 所以说我们找到他以后 他就马上能够反映过来 我们家确实有这样一个 岁数这个年龄的人 失去联系很多年 当得知是因为认亲的事情 毛家的兄妹显得非常激动 事实上 多年前家里有一个妹妹 曾被送走 后来他们一直在寻找这个妹妹 当年因为生活实在太苦 毛家兄妹回忆 大家都吃不饱饭 他们家的这个妹妹出生之后 为了给这个孩子再找条生路 父母狠心地把女孩抱出了家门 我们妈妈天天不够吃不够吃 我们同时回来就说 我们吃做说得好一点 不够吃了 后来生活渐渐地好了 被送走的妹妹就成了 一家人最挂心的事情 每次听说有人家收养女孩子 毛家兄妹就跑去看一看 但是却再也没有找到 自己亲妹妹的踪迹 我爸爸在上班的时候 人家说我乙城郎有个小孩 就我爸爸回来说了 我妈妈去拎骨的 我们一定是牵挂着 还有个妹妹有个妹妹 心里总是这样想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听说由河南洛阳的女性来找家 年纪就与他们的妹妹相仿 再看到照片 没眼也很相似 毛家兄妹十分的兴奋 采集了毛家兄妹的血样后 DNA的检测也很快就出来了结果 毛家兄妹与张蕊红确实就是亲兄妹 随后警方也在第一时间又找到了毛家兄妹的父母 也给两位老人采集了血样 雨中知道的时候 其实当天晚上知道非常非常兴奋 当天晚上知道了以后 都感觉睡不着 很想 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直接想告诉他 已经找到了 但是也怕影响对方休息 这是老师警官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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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老师警官的你好 然后呢我们那个 血样也那个送到相关的部门去鉴定了 现在鉴定下来 确实是就是说比对上了 比对上了 再告诉你们的好消息呢 就是说你的父母现在都健在 而且而且身体都非常好 是的是的身体都很好 身体都很好 他们非常非常激动 非常激动 妹妹非常激动 非常开心能够得到消息 直到你现在一直在找他们 找了这么多年对吧 而且现在能够找到 非常开心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 真是很辛苦啊 辛苦了 谢谢你们了 也是你们这么多年坚持 真的是 对对对 这是他的一个心愿吧 他是说希望知道这个事情 他一直在心里 一直压抑着 然后父母亲都不在 所以这样的话 他就有这个心意了 他就退休了 我也退休了 是吧 他就退休了 所以就有这个心意 向他去招网 我也就是说 让他去招一下 这一辈子 你是这个心结 对对对 这个心结一定要打开 2021年12月24日 警方通过视频 联络到了张瑞宏 告诉他 他的家人找到了 这一天 是警方接到张瑞宏 请求协助的第五天 距离张瑞宏放弃寻家计划 也只剩六天的期限 家里面等于说是老人和兄弟姐妹都还在的情况下 确实是个比较圆满的一个结果 比较令人感动 得知自己的亲生父母依然健在 也知道自己被送出的绅士之谜 张瑞宏一刻都不愿意再等了 他迫切地希望能够立刻见到家人 2021年12月30日 张瑞宏再一次来到了上海 在警方的安排下 他与家人终于见了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高兴 他们也都放心了 是不是 就不再那么担心 孩子在外面咋样 担心都放下 等于说双方都放下 我也是飘着了一颗心安定下来了 真的 现在张瑞宏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家 那延伸出来的法律问题是 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妻子女 与养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 与子女与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有怎样的区别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习治国的看法 我们收养实际上就是说 一旦收养关系成立之后 那么按照我国民法典 一千一百一十一条 原来的是这个我们叫收养法 它的规定就是在这个被收养的子女 我们把它叫做咬子女 和收养他的父母叫做咬父母之间 就成立了一种我们在法律上叫做拟致血清的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 这咬子女和咬父母之间的关系 就完全等同于和亲生父母 亲生子女之间的法律关系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养子女和自己的亲生父母 在收养关系成立以后 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就终止了 也就是说养子女和他的亲生父母之间 在法律上就等于陌路人了 他们之间的一切权利义务就完全终止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即便在找到我们说他的亲生的这个父母 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不能自动恢复 那么亲生父母死亡的时候 这个被收养的养子女是没有继承的权利 那么同样这个像比如说 如果这个养子女死亡了 他的亲生父母也没有继承的权利的 有希望才去追问 有追问才会有结果 为了找家 张瑞红前后加入了13个寻亲微信群 每个群都有上百人 这些人寻亲的成功率并不算高 但是张瑞红和他另外两个朋友 真的找到了家 他们是幸运的 这种幸运至少得益于大案馆 和上海宝山警察的认真负责 目前张瑞红已经跟家人团聚 真心的希望能有更多的寻亲的伙伴 能够实现自己的心愿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接受说法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